因为半条鱼,战国的这个公主自杀,上岸无辜是名人殉陪葬。 吴王和驴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,今天的故事就跟他有关,吴国在春秋时期曾经参与过争霸,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就灭亡了,所以我们对吴国的了解也比战国七雄要少很多,吴王和驴的王位其实是靠自杀夺来的。 吴国、越国、楚国都在中国的东南部,春秋时期这三个国家没少打仗,无非就是争霸或者争夺地盘,在我们听过的各个版本的春秋舞霸, 吴国、越国、楚国都曾经产生过霸主,只是不在一个版本里面,和驴其实也遭遇了极为的尴尬,和驴的父亲朱凡有三个兄弟,分别是于记、于妹、记长。 兄弟四人是兄中弟弟,也就是竹凡先做吴王,死了之后是于记,然后是于妹,于妹死后,本来轮到记长,但是记长屡次辞去吴王之位,就是不当这个吴王,于是于妹的儿子,了即位,是为吴王聊,这让和驴很不服气,他认为既然四叔不当吴王, 那么应该轮到朱凡的长子,也就是他自己来继位,所以他一直想夺回王位。 吴王聊趁楚平王去世之际攻打楚国,得胜归来,在庆功宴上,和驴派专周把刀藏在于肚子里,刺杀了吴王聊,和驴就当上了吴王, 然后重用吴子叙,薄匹等人,吴国日渐强大,最终攻入了楚国的都城影都,吴子叙报了杀父之仇,还把楚平王拖出来鞭视,和驴也走到了人生的巅峰,后来吴国又跟越国掐起来了,这次和驴的运气不好,被勾剑带人打成重伤不久就去世了,和驴的儿子夫差即位,再接下来就是夫差差点灭王越国, 勾剑勾心长胆打败吴国的故事了,和驴有个女儿,自尊心很强,竟然因为一条驴而自杀,而和驴的做法也非常的奇怪,竟然让围观的百姓殉荡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据吴越春秋记载,和驴有个女儿叫藤玉,有一次吴王和驴跟自己的夫人,还有藤玉在一起吃饭,期间和驴和自己的夫人讨论讨伐楚国的事情,上来一条针驴,可能聊得太入迷了,和驴吃掉了半条驴,把剩下的半条给藤玉, 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可是藤玉从小养尊楚又惯了,竟然摔了筷子,气得脸通红,对和驴说,你吃了一半的驴给我,你杀一死,是想羞辱我吗? 和驴身为一国之君,又在讨论讨伐楚国的事情,对于藤玉的大小且习气就没有理会,没想到藤玉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,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用短剑自杀了。 和驴看到女儿自杀,非常的心痛,决定后葬自己的女儿,给藤玉修了豪华的墓穴,用金顶玉杯,银尊诸如陪葬,然后又组织大型团体舞,白鹤舞在闹市中,引得老百姓都争相观看,并加入到了送葬的队伍,很快就达到了万人。 到达墓穴以后,这些围观的群众也跟着进入了墓穴,可是就在这个时候,机关启动的,所有进入墓穴的群众,都被关在了墓穴里,给藤玉陪葬。 和驴用此方法给自己的女儿送葬,非常不得人心,就连战炉这把宝剑都觉得和驴做得非常过分,偷偷地溜走了。 经过这件事情,吴国都城的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亡,全成一片悲哀的气氛,而引发这一切的竟然就是因为半条鱼,不得不说是一个奇怪的事情,参考资料,吴月春秋。